理智批评好妹妹乐队 并与同为音乐人的马迪 宋冬野的微博骂战 前段时间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昨日呢 在某音乐APP主板的校园歌手大赛活动中 喜好库我见到了身为马迪宋冬野朋友的 民谣歌手姚十三 谈起这件事情 姚十三对朋友自然是力挺啊 我觉得他们是我的特别好特别好的朋友 不管别人说他们什么 他们马迪和宋冬野都是我最好的最好的朋友和兄弟 然后我们在一起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一起发生一起在一起的 我想这个绝对不会变 据姚十三透露 很多年前自己刚来北京的时候 就认识了马迪和宋冬野 那时候三人常常在一块玩音乐 不过因为没什么钱 生活很窘迫 最艰难的时候 甚至只能翻兜找硬币 凑钱买饭填饱肚子 我们是特别好的朋友 然后我大概在刚来北京北漂的时候 就和他们在一起 然后一直一起奋斗一起努力 最艰苦的时候就是没有 我没有经济比较困难 没钱吃饭呀 在家里找很多零钱 然后拿去吃饭 就是这样 一起吗 对对对 一股权一乐 患难见真情 李智批评好妹妹乐队 并与同为音乐人的马迪 宋冬野的微博骂战 前段时间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昨日呢 在某音乐APP主板的校园歌手大赛活动中 小库我见到了身为马迪宋冬野朋友的 民谣歌手姚十三 谈起这件事情 姚十三对朋友自然是力挺啊 我觉得他们是我的特别好特别好的朋友 不管别人说他们什么 他们马迪和宋冬野都是我最好的 最好的朋友和兄弟 然后我们在一起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一起发生 一起在一起的 我想这个绝对不会变 据姚十三透露 很多年前 自己刚来北京的时候 就认识了马迪和宋冬野 那时候三人常常在一块玩音乐 不过因为没什么钱 生活很窘迫 最艰难的时候 甚至只能翻兜找硬币 凑钱买饭填饱肚子 我们是特别好的朋友 然后我大概在 刚来北京北漂的时候 就和他们在一起 然后一直一起奋斗一起努力 最艰苦的时候 就是没有 经济比较困难 没钱吃饭呀 在家里找很多零钱 然后拿去吃饭 就是这样 一起吗 对对对 有苦全一乐 患难见真情 待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